把这个门子取下来 然后把螺丝 把这个按进去 用一个尖的东西要好 按一点 如果它客服那边有的 的话 你用一个尖的 把它把它切出来 切出来 关上我们给它继续好的 然后把它铁片 铁片从那里放进去 然后弹簧 然后按钮 这样直接跟它插上去 对 把它按出来了 现在有响声 这个按钮按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螺丝锁上 试一下这个 我看活不活动 然后把轮子上上去 上上去看 这样活不活动 涮不涮的人 这个